今後主席 出席委員長 討厭 宣布第1月20次會議及報告案 愛妮 大同區大龍端營橋段 4190號新建發展人址 直轄順利補給台北空井廟 涉及文化資產保存法 第34條會議報告案的結論 1. 本案會有 文化資產保存法第34條 所列有破壞土地址完整 遮蓋其外貿或主色情 專載通道地址可以備查 2. 請開發單位應備查之報告書 及土地監測保護金庫序域執行 3. 本案後續請提送 本市都市設計及土地使用開發許可審議 並應審議決議代理後續 2. 中任區成功斷一小段 第26病號等三枚土地興建工程 由於歷史建築 紹興北 接31下53號 神局倉庫 及原廠腦經濟工廠 涉及文化資產保存法第34條 規定報告案 結論 1. 本案會有 文化資產保存法第34條 所列有破壞 歷史建築至完整 遮蓋其外貿或阻塞其 關門通道是同一倍 2. 請開發單位水柴 通過一報告區吉利史建築 監測保護計畫距離執行 2. 中任區成功斷一小段 63-3D號新建工程 臨直轄市立鼓擊台北酒廠 三樓高塔烏煤酒廠 煙聰 吉利史建築台北酒廠四聯動 台北酒廠一九作業廠 雷正好機制工廠 涉及文化資產產 資產保存法第34條規定報告案 結論 1. 本案未有 文化資產保存法第34條所列 有破壞古蹟族 有破壞古蹟歷史建築 以致完整 正在其外貿或阻塞其 關門提到之餘同意被查 2. 請深受單位1審查 或之報告書記 古蹟歷史建築建築保護計畫 區域執行 案4. 中任區長德基安人行 地下道流通通城 離直下市立古蹟台大英圈舊館 涉及文化資產保存法第34條規定報告和結論 1. 本案未有文化資產保存法第34條所列 有破壞古蹟族網站 遮蓋其外貿或阻塞其關 能導致於同意被查 2. 本工程 1. 涉及國定古蹟台北冰管 區 4. 國定古蹟族管機關文化部審議通過後 使得施工 前間送文化部審議通過之計畫 後續需提送本審議會報告 3. 本案古蹟監測計畫 請申請單位 1. 文化區108 12 月5日 展示文化文字字第1083 regional 1616號行 正查理 thankisi하기 會堂涉及文化資產保存法第34條規定報告案 結論 本案會有文化資產保存法第34條總約 破壞股基致外症 歷史建築致外症 遮蓋其外號或補色其關覽通道質疑 同意備查 案6 108年度公有國化資產補助案第三階段 股基被蓋的規定報告案 結論 同意備查 同意埃 同意直轄市立股基臺灣電力諸市會社社長宿舍 破壞股基並走股基範圍直升依賴 結論 本案經委員同意 初期委員人數達2 3分之2以上 同意決議同意變更直轄市立股基臺灣電力諸市會社社長宿舍 定住體力範圍 公告事項請委員參與 3 本案依據文化資產保存法 股基指定僅廢職審查辦訪財委過去事宜 案2 歷史建築南京西路237號 基迪花街一段246號電屋 擴大歷史建築定住物理範圍審議案 結論 1 本案決議同意變更歷史建築南京西路237號 近迪花街一段246號電屋定住物理範圍 2 公告事項請委員參與 3 本案依據文化資產保存法 決議審查通過 2 即使博管局重新提送 修復在利用計畫 因應計畫送文化局審查 經文化局審查核准 及符合相關法令後 使得聚以進行本案移植 搭決及新的地下室工程 案4 中正區台北放送局 文化資產價值審議案 結論1 港案決議同意指定台北放送局 為直轄市令鼓基 例如直轄市令鼓基 臺灣廣播電台放送評準令為同意鼓基 2 公告事項請委員參與 3 南東及北東街舞可為等 鼓基再利用必要設施 可與後續修復及再利用規劃使用 4 本案依據文化資產保存法 鼓基指定及被舉審查 案5 直轄市令鼓基 國父紀念館修復及再利用計劃 警官改造工程審查 即涉及文化資產保存法 第34條微電報告案 結論 本案決議審查通過 2 有關警官改造工程 後續請國父紀念館召開工聽會 4 取得居民共識後 再行提送規劃設計書圖與文化局審查 3 有關國父紀念館周邊圍牆拆除部分 後續請提送本市都市社 進行提供土地使用開發許可審議 第1 審議決議辦理後續 案6 歷史建築海軍將關關設修復再利用計劃審查 即修正公告歷史建築本體範圍審壓 結論 1 法案決議同意修復再利用計劃審查通過 2 有關修正歷史建築本體範圍部分 刑補從歷史調查資料 後續由文化局專案審查後 再提送本審議會審議 案7 北投公園及周邊警官 談北投兒童樂園文化警官審議案 結論 1 本案決議同意登陸 北投公園及周邊警官 談北投兒童樂園為文化警官 2 公告順向請委員參閱 3 本案依據文化資產保存法 文化警官登陸及貼紙審查 辦法帶來後續事宜 以上會議記錄請委員同意備場 謝謝各位委員對於上一次的會議記錄 有沒有什麼意見 來提 我們這個部份的關於 神漿廟國建廣 就在列文計劃這個部份 並來宣布基督事有關於 長久的任務 最近 其實在我們的設計生意外 我會做成一個原則 神漿廟 那這個部份的話就是 拆除 那是否有需要再次提 設計生意外 神漿廟國建廣 好 那個文化警說 這個部份如果 設計行為會提交易 那就不用了 不用 是 所以 第三點 有關國務紀念館周邊圍牆 開除部份 這邊是寫說 後續 請提送 忍事都市設計 決議指定開發 許可 審議 併依審議決議案後續 那都法提的意見是 他們已經在都市計畫已經通過了 是 這個案子在之前 已經通過了 就已經審議決議 就是圍牆要拆除 是 對 如果他們已經 他們已經同意的話 我們就要解 好 如果各位沒有其他意見 我們第三點就單索 第三點就單索 好 那我們這個上次的會議紀錄 如果沒有其他意見 我們就準備備查 剛剛那個第五案的第三點三 謝謝 接著下一個 報告案1 中正區南海段五小段四七至六地號等 三畢土地新建工程 由於設置文化資產保存法 孫玉泉 重慶南入獄所 南海學園 科學館 設計文化資產保存法 第三四條規定 報告案 請說明 辦理前行說明 依據文化資產保存法 第三十四條 本七月工程 即第一次臨近 國定古蹟 也加蓋庫居 跟大同志加網球場 跟直下 設計文化資產保存法 第三十四條規定 南海學園科學館 由於設計文化資產保存法 第三十四條規定 所以辦理審查 有關國定古蹟的部分 文化部是在107年12月 已經召開專業小組會攤 會有涉及文資法三十四條規定的事項 臨近直下 市民古蹟的部分 開發單位依規定 解鬆報告書 跟監測法部計畫 送本局辦理審查 本局在108年8月26日 邀請李前郎委員 蔡元良委員 劉淑雲委員 召開審查會議 會議結論略字 中人委員出席意見 皆認為該新建工程 沒有配派古蹟之完整性 且未遮蓋其外貿 或阻塞其關欄通道 古蹟監測保護計畫 請李委員修正或再送等局審查 開發單位在108年9月4日 有檢送修正版報告書 跟古蹟監測保護計畫送等局 本局初步檢視已經 李委員意見補充修正 後續被提供的全會報告 本案文資法34條 報告書請委員 詳參附件 本案的地景地景圖 基地的位置是橘色的這一塊 座落地號是南海五小段 47-6有3米地號 主要是在孫權戶居的後方 這是基地位置跟周邊文化資產的模擬圖 南海科學館其實還有蠻長的一段距離 主要是在孫運璇後面 這是基地跟孫運璇的模擬圖 這是從孫運璇附居這個地面視角透視的模擬 也就是後面灰色的這一塊 中正區南海五小段 主要有47-6、51-2、53-2等3米地號 土地興建工程 林直轄試定古蹟 孫運璇重慶南護育所 南海學員科學館 未有破壞文化資產保存法 第34條所列有破壞古蹟之完整 遮蓋其外貌或阻塞其管管通告之餘 也請同意備查 2、請開發單位被查子報告書及布期間測保護計畫 據執行 3、本案1結論版後續 好,謝謝 好,謝謝我們 謝謝三位委員 這個 補道寫作 現刊 好,謝謝 那今天 練習單位有沒有要補充? 好,來個單位 我這邊是廣山送經濟師事務所 我們最主要是監測計畫的衝進來 我們在跟那個 跟那個 我們基地周圍旁邊有一個圍牆 也是圍牆問題 那圍牆部分我們原本的高度是高於2米 所以我們在送都省的時候 那個 那個 都省的 的那個 那個 審議會那邊 是要求我們說把那個 就是施工時候那個 圍牆他已經 就是 有點 有點 有點破損腐朽了 那他希望說 照那個圍牆的形式 重建 但是把圍牆高度 把它維持在陽明的地方 那這部分在 在 提醒各位委員來確認一下 都省的部分 謝謝 好 還有補充嗎 公益所沒有補充 好 那個 新移協 可能沒有補充 好 如果沒有 我們各位委員有沒有什麼意見 好 如果沒有意見 本案 這個 同意備查 那麼請開發單位 一備查是報告書籍 以及 古基監測保護計畫 繼續執行 好 謝謝 下壓 報告案2 南港區新貿段 一小段一五之一地號等 二四五底地新建工程 林歷史建築南港衛生大樓 涉及文化資產保存法 第三四條規定 報告案 請說明 本案依據文字法第三四條辦理 但情形一 南港衛生大樓 以104年6月26號公告登陸為本市歷史建築 那為不顧食藥署 會辦理實驗大樓 跟行政及訓練大樓新建工程 當一名進行前開歷史建築 需以文字法三四條規定 委託潘中華建築事務所提送相關資料 規矩審查 二本局 108年8月29號邀集上位委員 召開審查會議 會議結論略理 經審查未有文字法三四條 所列有破案的歷史建築 至完整 遮蓋其外貌或主設機關的通道之餘 需送本省議會報告 請申請單位依委員意見修正後 提送本案資料修正版制 及審查意見對照表獲取確認 三 潘中華建築事務所欲 108年9月23號提送本案修正報告獲取 續送本省議會報告 是檢附本案文字法三四條規定報告書 小委參桌中面的資本資料 本章是這個本案的地形地形圖 藍色的部分是歷史建築 南港衛生大樓的位置 紅線的部分是新建道座樓的土地 而本章是這個本案工程各地的建築 的一個視覺模擬圖 本章是從西北往東南的方向觀看 往上 從這個視覺模擬圖看到說 其實這個新建工程 跟衛生大樓並沒有遮蓋之類 本章是從東北往西南側 去看的一個視覺模擬圖 那從這個本地圖看到 也可以清楚見到它 並沒有去遮蓋這個歷史建築 而本章是從西南側往東北側 照它其實在還沒有蓋新建築之前 其實就沒有辦法看到這個衛生大樓 禮拜一 南港區新光段比小段 115-1地號等二四里土地 新建工程零歷史建築 南港衛生大樓 會有文字法三四條屬列有破壞歷史建築 是完整 遮蓋其外貌或準色習慣通告之餘 你請同意備查 二 請開發單位一備查 是報告書記 歷史建築保護監測計畫 具已執行 三 本案一 結論辦的後續 好 謝謝 我們本案謝謝3650 這個來做審查 那請教今天列席單位有沒有意見 沒有 好 各位有沒有喜歡意見 好 沒有 我們本案 同意備查 請開發單位一備查資報告書記 歷史建築保護建設計畫 序域執行 歷安 報告案3 大安區龍泉段 1小段123D號等二比土地 新建工程 您直轄市定賭計 子藤如涉及文化資產保險法 第三四條規定報告案 請說明 1 子藤如在大安區龍泉段 1小段123D號等二比土地 新建工程 您直轄市定賭計 公司 擬定大安區龍泉段1小段123D號等 六比土地的新建工程 基地臨近 普及死層爐 委託建築市事務所 一文字法第三四條 簡訟報告書獲局審查 本局在108年的9月17號 邀請米簽安委員 薛琴委員 還有蘇嶺委員 召開審查會議 會議結論略 本案無涉及 腹壞骨機支完整 折蓋其管一帽 主涉及觀感通道之餘 訴訟本省會報告 有關監測保護計劃 請申請安慰一委員 意見修正 申請在108年的10月29號 解送文修狀況的報告書 做局審查 去請原審查委員 書面副審 同意修正的內容 去送文修省會報告 本案的報告書 請委員 享三復健 這是本案的 相對位置圖 紅色是紫層樓的部分 藍色是本案的新面工程 新面工程周邊都有 退縮或5米以上的 周邊有退縮稿路這樣子 然後還有草地跟草木 作為一個軟性的區隔 最近的七層樓建物 小距離紫層樓大概有17公尺長距離 這是從西山南路的視覺模擬 這個是鳥看圖的視覺模擬 還有其他各視角的模擬圖 你辦大安區龍泉段一小段 一二三一號的六里土地 新面工程 林吉祥市定骨機子騰 會有文化資產保存法 第三四條鎖裂有 不換骨機制完整 遮蓋其外貿或阻塞其官藍通道之餘 您請同意備查 二請開放單位 一被查知報告書籍 本期監測保護計畫 去以執行 三本案一 解決管理後續 好 謝謝 我們謝謝三六委員來做審查 那列席單位有沒有補充意見 好 那各位委員對這個案子有沒有意見 好 沒有我們本案 那還請 請開放單位 例如列查詞報告出席 兼監測保護計劃 聚域執行 另外 剛剛委員長提到的指示說 在三十二月之間有一些警示應變 要加入通知文化學 謝謝 下一案 報告案 本事各工程單位管理工程師 發現救食材救水分身處理 報告案四 中正二四號交八房廠 破建景觀工程林 律師建築三井物廠 諸事會設的救餐庫 涉及文化資產保障法第三四條 規定報告案 請說明 三井倉庫物廠 諸事會設的救餐庫 為本局 第一年為期公告的歷史建築 本案是人口公務局功能署 為了辦理中正二四號交八房廠 破建景觀工程 因為該工程基地位置僅臨 離職建築三井倉庫 涉及文資法三四條規定 所以規定解送報告書到文化局來審查 本局在108年12月2日 邀請劉書文委員薛琴委員 蔡元朗委員 召開選場會議 會議結論一月 聽忠者出委員意見 我們應該警方工程會破壞 一直線組織完整性 且會遮蓋其外貌或阻塞其官員通道 也只能提這次的審議會來做報告 有關他的報告書的內容 就要請郭尔委員想看那個解副的報告書 那紅色框線的部分 是這一次警方工程規劃設計要製作的基地 旁邊就是這個三十張庫的位置 這是整個由上面我們在看的透視圖的狀況 那這是他正地面的一個模擬圖 就是旁邊都是 後面基本上都是種植 那這是他的透視圖的模擬 那你辦的部分就是 中正24號交八工廠破電警官工程 歷史政府三景物產 諸事位置的舊倉庫 未有文化資產保存化第三次條鎖獵 有破壞藝術建築治完整遮蓋其外面 或阻塞其官藍公告之以 您請同一備查 二請深色單位一備查之報告書 請藝術建築網路監測計畫距離執行 三本案一結論辦理後續 以上 好 謝謝 我們謝謝三位委員來做審查 那今天內請單位有沒有補充 是 包沒有 好 各位委員也沒什麼意見 好 請 圖放到那個 那個Site Plain 不是有北門的 對 我的建議照 不是針對現在那個案子 我們去了山景以後 然後從那個廣場 看出去有兩個很重的建築 一個是北門 第二個是臺北郵局 那我的建議是說 各位如果很用心的看的話 對不起 在這裡我們公民路燈館裡 有好幾個路燈 那你如果從這個廊道看出去 路燈都擋住北門跟臺北郵局很重要的四周 所以我覺得就這個 這整個區本來這裡就是一個大的 很重要的一個古蹟 立天的一個廣場區的話 我們現在都忘掉這個節點了 所以可不可以請公園處 你們自己再模擬一下 不管是從這個地方 這個地方 我們看到北門台北郵局 有任何那些路燈或電線感 影響到我們的視覺景觀的 我覺得應該要調整一下 那這整個反應就會變得很重要的亮點 以上建議 好 公園處這邊說 謝謝主席委員的一個建議 那當然這部分我們在當初 在北門整個包括周邊整體景觀 在設計時空的時候 事實上都有考量到路到底的配置 所以說當初我們是以中校西路它的軸線 把路燈都移到兩側去 也就是說避免就是說在中校區路折線 能夠 因為燈把那個 把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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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遮蓋住 所以說有部分路燈事實上是在路側 那 剛剛委員的建議 那我們會再來審視一下 那是不是 有沒有那個路燈 那個 燈感過多的情形 那我們檢討的時候 看能不能再 再來做一個 減 減病的一個方式以上 好 謝謝剛才委員的意見 就從這個工人處這邊來 實際去看一下 然後來做一些 好不好 好 各位我要請他意見 好 沒有我們本案同意被查 那麼 請政策單位 依被查出報告書籍 歷史 建築 保護建設計畫 來基於執行 好 下一案 報告案五 本市各個部份單位 讓你封存時發現 就實財就水證 就是處理 原則報告案 請說明 那你請請 103年7月15日 本市委職位第59次 會議同立 本市府城牆保存或再利用原則 同意依許個案狀況 財心地保存 完整拆卸 可以收藏 綻放 供應或其他使用 或拆卸後 納入限定興建工程 整體規劃 另外107年10月28 本市委員會 第103次會議 同意發現塵墻石的處理原則 是施工過程中 發現被原子的塵墻石 因急封報本局 由本局邀請委員 辦理現場會團 並建議處理方式 並由外發單位 直送期望於本局 再續送回程 因會報告 但因本局 進行接過多起 因工程單位 施工時發現 疑似就實在 做水證的案例 會實施案件辦理有程明確 本局108年11月18日 邀請五位委員 即將萬工程分會 召開諮詢會議 會議結論本案 修正後通過 然後依委員意見 即更正用意見修正本案 SOMU70 本省委會報告 這個 修理原則 請委員詳三附件四 相關的案例 匯者之用 請委員詳三附件五 那以下是簡易 說明這個修理原則 就是主辦機關 辦理工程十八線 就期採取水準的時候 由於通知文化局 佩格主辦機關於一日內 邀請相關工程單位 文化局當地理證等 辦理線 逐步攀查 由主辦機關判斷工錢 是否涉及公安治癒 如果有文化程度 施工單位先行開照 以可利益方式完成安全措施 並將進入送文化局 文化局於五天內 需要邀請三位委員 張開限定會談 看看是否具文化資產價值 如果基委員 出入判定是具文化資產價值 施工單位先停工 文化局英文資法 第十七條十九條 請問文資審查程序 並送恩審英會審議 經過確認 如果具文化資產價值 文化局英文資法 為頂 辦理指定更入文化資產公告 所有人使用人 或管理人 英文資法提供修復 再利用計畫 基本局合成後為制 那如果基審英會 確定是不具文化資產價值 或證會發實據 對於確不具文化資產價值 以下幾種做法 一個是維持現茂現地回田 以開畫發現了 就有溝體現底保留 並以可異性的回田方式處理 處理前線做測彙紀錄 並將照片繪製 保存施工方式等紀錄 盤送文化局 那回田過程中 確實做好保護措施 並免破壞溝體完整性 後續不得任意開畫 另一種是 有展示計畫或需更更設計 要需要提送書 和文化局審查 以文化局同意的方案進行施作 以上兩種都需要提送文資會報告 那工程可以申請試作 另外一種行程是 若是物通報的狀況 它是直接結案 然後以下是一些案例的會者 一種限定保存的方式是 原物原狀保存於限制 用出土的構建 完成考證材料分析 測彙及設定等紀錄工作 並以適當方式回田 原物原狀保存於限制 新作的原回田物 必須能與原物隔離 加助時間並以可區別限制的回田物原則 連以下兩個案 一個是 南昌霧困難海路決運工程 發現城鄉溼的案子 另一個是 在林平南部及貴陽街 一段的物門管線紅月案 另外一種是 規劃與限制展示 這個是103年的社福大樓的案子 拆卸的構建跟原地保存 並辦理根號及造車紀錄 後續提規劃設計方案與本局 上面這次規劃前的狀況 下面這次規劃後的情形 保護措施的方式 靠近遺構側的部分 可用胖腐朽的材料進行作為保護 並交助時間 必以可區別限制的回田物原則 再行其他工程試作 第一案例是 也要引南部及貴陽路一段的 那個部門管線橫月 另一個案子是 今年的國外660項側溝的 地下水道維路 維路維路完成案 本案提醒神醫會同意本市 貴工程單位 代理工程師 八千九十才做選罪 支持的原則 以上報告 好 謝謝 本案謝謝由吳慧瑋 在訂定的時候 給我們一些指導 今天提出來的這個SOP 不知道各位我們有什麼意見 好 如果沒有意見的話 那麼本案就同意法務 依照這個公程所訂的 本市各工程單位 辦理工程師 發現救食材 救水性的執筆的這個 所可以來辦 謝謝 下一案 報告案6 公正需側溝工程 基於水下水道維護工程 能挖掘發掘地下成長石 後續辦理工程情報報案 請說明 一 等市中正區 在107-080間 相關單位與舊城區 進行側溝工程 及雨水下水道路工程 施工過程 發現疑似純釀石 過造物 並通知本局 及相關單位照單現開 包含107年10月23日 到24日之間的 洪景建設孵化工程 明天平南路 與貴陽階段交叉 進行側溝工程 進行側溝更新工程 另外還有108年 就近年的 十一月 本府公務局水利處 進行的 108年度 雨水下水道維護護路工程 實在接受工程中 側溝工程 部分 上開工程與施工過程 發生成像之後 辦理行程說明如下 一 是洪景建設浮華工程 應平南路與貴陽階段交叉口 進行側溝工程 這個工程是私人 也就是洪景建設 他浮華工程 在工程過程中 發現疑似沉江石 經過水利處 協助派人勘察後 水利處在107年10月31日 邀請本局及相關大會辦理會堪 本局病情 以後出營委員 到現場協助提供後續的建議 會堪結論有關 策構旁 沈江石的維護 疑似洪景建設 我們舉一個意見 還有工程的意見辦理 洪景建設的覆核工程 議本局集團自委意見辦理 沈江石保護措施後 隨時在107年10月31日 含發規律規律的時候 也順便給我們化學這邊 嚴慮南路策劃更新工程 沈江石保護作業 工作報告給本局 報告內容包括 潛覆的私座過程相關照和 就是理由這個保護措施的施作過程照顧 第二個案子是今年的公務局水利工程庫進行 2008年度雨水下水道漁漁路工程 借受工程東側測舟工程性 本案系水利處進行該工程時 疑似發現衛林地下施城江使命停工 中正區公所佔108年的10月6日上以通知本局 本局接續在當日下午邀請 劉淑英委員、王露周委員、林慧晨委員、趙蓋憲堪 結論為該表立即已舊的陳漿石屬於舊建材的在理由 並請水利處提出可行之保護方案以可提確認 二、水利處序於10月19日 韓宋財產陳漿石保護方案以本局 本局接續群之前參加會談的劉淑英委員、王露周委員 跟林慧晨進行書目 成當審討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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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利處目前依這個保護方案在繼續做它的 測透風險的工程 那這個就是這兩處工程的基地、位置的體驗 分別是在一個在接收工的旁邊 一個是在比較靠近中華的位置 那這個是兩處工程發電陳漿石的這個時候狀況的照片 那上面就是私人公司的這個皇帝建設 林慧南路貴陽街一段測透風險工程 那下面這張是今年的水利處在接收工業的 測透風險工程發生的部分 接下來這個是皇帝建設在 測透風險工程陳漿石防護措施在施救過程的一些照片 那這是今年度水利處在 接收工業測透風險工程的保護方案 就是後來提到我給我們書審的保護方案 那有關本案兩處工程施工過程發現地價陳漿石支保護措施等事項 願意本舉行委員意見辦理理請同意被查 好謝謝各位委員對這個案子有沒有什麼意見 好如果我同意意見我們就本案同意被查 下一個案子 報告案七 108年度公有文化資產補助案 第四階段 補助經費辦理請請報告案 請說明 依確於文化資產保護法第八條 三十條級台北市古蹟歷史建築 紀念建築聚落建築群 考古移植史基文化機關補助作業要點 案例情形一 第一本市108年度公有文化資產補助經費 經常門新台幣90萬元 資本門360萬元 私有文化資產補助經費 經常門500萬元 資本門2200萬元 第一階段公司合定補助結果 108年3月18分 審議會第115次同意被查在案 第二階段公有合定補助結果 108年6月24日 本審議會第117次同意被查在案 第二階段公有合定補助結果 經108年8月12日 本審議會第118次會議同意被查在案 第三階段公有合定補助結果 經108年11月25日 本審議會第120次會議同意被查在案 二 本市升級案為直下施定古基 國立台灣大學律師宿舍 代運軌預索 潮州街9號高鋒架工程 經合法由邱路華委員 李千朗委員 蔡元朗委員 羅淑英委員 羅淑英委員 組成專案小組 108年12月10日召開審查會議 本案同意補助 經費以100萬元為上限 相助建議 奈臨7.3 考量本年度預算執行及補助效益 前接經合定支補助案 因於簽訂 經費補助行政契約後 幫特辦立法包作業 補助案執行期間 本局將不定時派員 查查核及指導監督 108年公有化資產補助案 如應付至109年5月31日指 能務具體執行成效 與特定補助之經費 與得失期間經重 撤銷廢止或納入後續年度補助 評估 4. 本資金分配後 私有化資產補助 資本能餘額為4萬4千元 經常能餘額為48萬5千元 公有化資產 資本能餘額為4257元 經常能餘額為7萬5千6百元 禮拜 引請同意被查前述和定補助結果 108年12月10日 108年度台北市古今 經歷史建築 經驗建築 俱樂建築群 考古移植 十次文化幾關補助 公有文化資本能專案小組審查會議 補助分配結果將公布於本局網站 以上發表 好 謝謝 來 各位委員對本案有意見 好 如果沒有意見 我們本案同意被查 補助分配的結果 在文化幾個網站上來公布 下一案 報告案8 中正區陳中段二小段四九七地號等 市地土地興建工程 林植橋設定補給原台北信用組合 涉及文化資產保存法第三四條 對地報告案 請兇 依據文化資產保存法第三四條辦理 代理情形 本案系大恩建築十事務所所規劃 全中段二小段四九七地號等 清筆興建工程 因工程基地景林植橋設定補給原台北信用組合 因此 大恩建築十事務所依文化資產保存法第三四條規定 檢送報告書及 補給監測保護計畫過舉審查 二 本局於108年11月11日邀請劉委員淑英尼委員 副博張天淳委員 召開審查會議 會議結論 經委員討論 均認定本案 會由文化資產保存法第三四條所列有 破壞股機制完整 意味促蓋洗外貌或堵塞情 包含風道之余 並請補充股機監測及保護計畫 再送本局辦旅後續 三 申請到位於108年11月27日 檢送修正版報告書及 股機監測保護計畫之余 本局還請留委員書 英尼委員副博張委員天權 書面審查 108年12月16日 寒發書的紀錄 結論 有關股機保護及監測計畫部分 請申請單位 一委員意見補充 再送本局 修正再送本局 四 申請單位於108年12月18日 檢送修正版報告書及 股機監測保護計畫之余 新業務科檢事業委員意見修正完成 等局原則同意去送本 省議會報告 整副報告書一份 藍色部分是本案經濟的位子 紅色部分是我們古基原台北信用組合 藍色鏡頭為本案興建工程建物 這是視覺模擬圖 以古基尾景觀視覺點所做之模擬圖 從左側右側中間視點 其中左側跟中側 中間皆由民眾遮蔽 難以看見本案量體 你辦一 中正區城東站小端 497號等 1號等七里新建工程 予以直小市立基元台北信用組合 為了文化資產保存法 第三四條所列有 破壞股機制完整 遮蓋洗外貓破壞的通告之余 你請同意備查 二 請開判斷會 1 備查至報告書及股機監測及保護計畫去執行 三 本案一結論辦理後續 好 謝謝 那本案謝謝委員的一個審查 那列席單位有沒有要補充 好 各位有沒有什麼意見 好 那本案同意備查 那請開發單位 一備查報告書及股機的這個偵測 保護計畫來進行之行 下一題 公告案9 案由新市區中校公務四代地下通行聯通口 新建工程領域直轄市立股機國父紀念館